阳光洒落 将枫叶的红 晒得火红 更显耀眼 福寿山农场 枫叶红了 秋高气爽 环绕鸳鸯湖的步道 布满飘落的枫叶 像是铺上了红地毯 欢迎游客 我们从台北三峡 枫叶都红了 然后天气也很好 福寿山农场进入赏风季节 园区内的白羊木风树 悄悄开始转色 鸳鸯湖周边的枫叶 目前转红大约一到两成 同时还有波斯局也进入赏花季 正片粉红细花海 随风飘逸 赏风兼赏花 富寿山农场定房率也跟着上升 目前农场也有八成 平日有八成 假日有将近客满的住房率 同样也是赏风热点 还有台中武林农场 寝食源周边风箱逐渐从绿转黄 少部分的叶片也形成美丽的红色渐层 场内还有加拿大黄蜂 增添异果感 目前武林农场的住宿率十月已经超过七成 越接近风叶全红时节 游客越多 十一月的订房也已经超过了九成 假日甚至几乎客满 游客赏风了 趁还没解封前到山上赏风 想象自己在国外过过感应 TVB新闻华国军罗伊金台中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